好 医生扎了二十分 你终于扎进去了 好 别动了 好了好了 开热点啊 一会儿说完自己扒了 下一个 光三十 光三十吧 六号 医生 我就是六号 那你叫你干嘛不理我呢 那不叫光三十 那叫光磊 等一样 你怎么了 我 胡生扒了 喉咙干 鼻涕肠瘤 又是吗 那是冷的吧 我给你开个药 医生员 你怎么给我开个帽子 你的头上不长头 肯定冷呀 戴个帽子就不冷了 还一千块钱 这是仙君边的 就暖和 保暖的 帽子 给我取一下 取一下药啊 医生呀 这就是你给我写的帽子 红热 红生花热 这是生意呀 对了 大姑 我先走了 感觉给你 写个锦旗过来 二瓶 来来来来 你感觉咋样啊 喉咙痛 溜鼻涕 你这情况挺严重啊 我给你拔个麦 大夫 你这是把麦呢 还是点穴呢 你是感觉怎么样吗 我身上疼 还是流鼻涕 喉咙痛 那是感冒了呀 估计是感冒疼 这儿疼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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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喂 我给你开个药哈 你的药 大夫 你写的这字 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那你要认识了 这不得到别处 开药去了吗 怎么三千块钱呢 这药是三千 你要书页 五千 读书傻了 我还是吃药吧 大夫 这 阿莫西云 怎么就给我开了十斤了 青梅素 二十斤 对呀 不是 这胰岛素 怎么还有二十千呢 这胰岛素 不是治痰药病的吗 对 身体好的呢 这个三轮车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不是傻呀 你买这么多药 你能扛回去吗 对对对 那那那 那我开下去了啊 一声一声 床上 床上 哎呀 好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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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拆快递游戏了 十年一次拆快递了 都是没人要的 哎姑娘姑娘来 拆快递 嗯 现在还有白给的快递呢 是啊 这些都是没人要了 所以我就放这儿 十块钱让别人拆 嗯 嗯 你看要不我给你顺便拆一个 你看看里边有啥 嗯嗯 你拆一个看看啊 这里买是啥呀 看 这鸭子一只 你说十块钱 你能买得下这只鸭子吗 这不得两百买一只呀 是不是 你也是 你花十块 绝对亏不了 来来来 那不咱们拆一个吧 还有这个 嗯 谁把拆 嗯 给你十个 嗯 就拆这个吧 嗯 嗯 随便拆 哎呀 不是头发呀 假话 姑娘 我跟你说啊 你爸爸现在不是 上年纪了吗 他们头发都掉弯了 你呀 就给他送这个头发 想着你还孝顺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嗯 是啊 你绝对不可以 你也拆一个 好 我也拆一个 你拆一个 你也拆一个 来 十块 给 嗯 好 那我就拆这个吧 啊好 随便 哎呀 哎呀 灯泡 大灯泡啊 我跟你说 你十块钱 绝对买不了 这么大灯泡 挂在你在院子里 多了 是不是 嗯 嗯 是吗 嗯 嗯 来 姑娘 我这还有呢 还拆不 我们俩还坐车回家呢 不拆了 不拆了呀 下一次吧 哎呀 好好好 那让你们的礼物 下回再来啊 拆 快递拆 快递来 十块钱一次 绝对 喂老公 喂 什么事啊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饺子 你赶紧回家吧 对了 你最喜欢的那个手表 我们明天去买 我这个月发了减金 哎 不用 那奖金 你留着自己花吧 你自己买点花掌品 买点好看的衣服 啊 不 我不需要 我挣钱就是为了给你花的 哎 老公 你怎么不说话了 哎 美女 你打错电话了 好尴尬呀 怎么打错电话了 这媳妇 真好 二平 想什么呢你 开厨地去 你看你衣服在那挂的 还在这怀里抱着 不洗干什么呀 改去 同样是女人 差距咋这么大呢 好 超窄了 配合一下 下去一个 最后一个上来的 是别的 别麻烦大家时间 下去吧 别浪费了我们时间了 下去吧 别浪费了我们时间了 坐下 坐下 老公 我一天上去 我在上面等你 你先下去 好 哎 咳 再见老公 哎 不是 你 你谁啊 我 我都是有老婆了 阿萍啊 嗯 你每天 你说你闲在家里啥也不干 钱也不挣 吃的喝的都没了 要不你去种地吧 种地 是不可能的 我这么聪明的人 你让我种地 哈哈 干嘛你能耐的 种地去 哎呀 媳妇 你信不信咱家那块地 我一个月 就让它大会受 我才不信 不信 你全好啊你 哎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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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哎呀 这鸡 长这么慢呀 开慢了 这个 这这多会儿才能 这大会儿揉呀 这 吱啊 嘿嘿嘿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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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呀 convert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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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这地 这苗啊长得太慢了 我拔起来让它长快点 这样就可以大分手了吗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叫做拔苗助长 没有啊 那你过来 啥呀 我发现你啊最近变低了 你想不想变高 想想想 我也想做长腿鸥吧 干啥 行 我头有点晕啊 我感觉脊柱好像空上不少 这样才能长高呀 行了 买砸货了 从窗子到袋子 这位兄弟 来点什么东西 老板你这还有鸭子呢 对呀正宗的北京烤鸭 可不可以尝尝呀 不能尝 不可以尝呀 嗯 不可以尝尝 等等等等 那你尝嘛 哪呀 一小口啊 呸呸呸呸 哎呀你这鸭子都是三天了 而且零四强还当了一场大饼 他呀出生于山西 不谢钱不谢钱 我还是给我媳妇买双皮鞋吧 这是正宗一单离胎里 手工制作正品 我尝尝啊 屁屁 哎呀你这鞋 明显是二十块钱的货 而且它尝自那个 浙尖五温州 不值钱 不值钱 大哥你长什么耍脱了呀 这都能尝得出来呀 你这还有牌 老板你这是收二手衣服吗 收收 这个是LV的新款 对 LV 哎 哎 姑娘我可以尝尝吧 对对 大哥你尝一下 哎呀这什么LV啊 你知道 你这衣服是产自 对镇后藏村的某个小座 这地坛卧十万块钱 你胡说什么呀 这个衣服是我男朋友 从国外给我买回来的 我告诉你 我这舌头就没有缠错过 对对对 这位大哥舌头可灵了 可能 你要不信把你老公叫来 叫就叫 你等着 嗯 喂 你给我过来 喂 咋的了 他说你这衣服是地摊货 这衣服 咱们对镇后庄村 姓旧婆小作坊卖的 你居然敢骗我 分手 哎呀哎呀 你这事等了 你这二瓶 不好意思啊 我这石头都把你抢分手 这是点 哈哈哈 算了 那那那那点赢了吧 不上钱 三块钱 兄弟 来 要不你在这给我当个鉴定师吧 你顾不起顾不起 高人呀